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值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认识法福 真幸福 获取心知不孤独 是的 各位朋友 今天又要和您一起来获取法律的生活心知 就在生活当中 我们随时都需要法律辅助的帮忙 或者是法律心知的相挺 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毕业季就要来临了 事实上 很多大专院校最近已经在举行毕业典礼了 那大批的新鲜人要进入社会之前 要寻找工作之前 有哪些应该要事先知道的劳工法律知识呢 今天就用电话签为您访问到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 法规委员 同时也是欢迎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黄兴慧黄律师 哈喽 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 律师还记得您当初踏入社会 刚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心里面会不会非常的忐忑 非常忐忑 因为接下来的工作 当然工作在生活中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对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十几年前我找工作的时候 也跟大家一样是非常忐忑的心情 是 除了忐忑之外 我想很多人最担心忧虑的 以及这个肾上腺素会急速的增加 那不知道要如何做准备的恐怕就是面试 因为好不容易履历表被挑中了 那面试的现场除了要打败许多其他的竞争对手 获得这个主持官的青睐之外 恐怕还有万一遇到了许多不合理的条件 或者是让你错愕的这个现场的应答 我们该如何接招 那对于有关于法律方面的 尤其是劳工权益方面的 可以跟我们来提示一下 面试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面试的时候呢 我想是进入一个职场的第一关了 那求职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呢 可以利用面试的这个机会 好好地观察一下这个公司 那在我们的实务上 我常常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是说 常常有面试的年轻朋友 他去接受面试的时候 他接受到了一些 不是很合理的要求 譬如说可能公司会要求说 限定他必须要当完兵 才可以来应征这个工作 或者是说在面试的时候 可能会提出一些 跟工作无关的一些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都是违反我们法律规定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服务法里头 有规定 这个雇主他在这个找寻员工的时候呢 他是不可以对于一些特定的因素 做差别待遇 所以譬如说他要求限女性 限男性 限当完兵 限几岁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要求 其实都是违反这个平等原则的 所以这样子的要求 在法律上目前是不合法的 另外呢 现在个人资料的一个保护 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议题 如果说在面试的时候 雇主问了一些跟工作无关的问题 譬如说你结婚了没有啊 你这个 譬如说 是不是特别是 有一些雇主会问说 你现在有没有怀孕啊等等 这类的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跟工作无关的问题 在法律上我们都是可以拒绝回答的 那找工作的年轻朋友们 如果遇到雇主 当然我们会观其言 然后还有观察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这个周遭的环境 那如果雇主会问出这样子奇怪的问题 我想在找工作的时候 大概我们就先要打一个问号 要好好的思考是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公司 是 要好好的思考是不是适合我们 那同时 他要求的条件可能都在面试的时候 问的当场的提问当中 包括刚刚黄律师提醒大家的 问你结婚了没 那结婚了就很紧张了 面试官大概都会接着问说 那你有没有计划要生小孩 因为可能你竟然没有多久 那怀孕了 然后接着可能怀孕上有很多 这个孕妇不变的地方 那就可能没有办法派你出差到太远的地方 或者是常常要请假 那甚至没有多久 十个月之后 九个月之后 又要请产假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在这个就业服务法 以及性别平等法当中有所规范对不对 对 性别工作平等法里头也有规定 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跟性别无关的一些歧视因素 是在就业服务法里头禁止的 那么特别在性别的这个部分 现在的这个性别其实不见得是只限定于歧视女性 其实有一些工作 他也是歧视男性的 就是说或者是歧视我们现在讲说 他可能是比较中性的一个性别 那这样子的一个性别 其实都在我们的性别工作平等法里头被禁止 对 那如果说对方已经开口说 不行我们这份工作 本来就比较适合男生 或者是本来就比较适合三年内没有怀孕计划的 或者是你这么多小孩 那你一定要准时下班去接孩子 或者是工作的特性 你就是没有办法兼顾到已婚妇女或者是育龄妇女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说我们听到了雇主的要求 那即使他在面试的时候没有说 以后上工了发现这些障碍还是横在眼前 那这时候要如何去取决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法律上并不是禁止雇主去对他的这个工作设定一些 完全是基于工作性质考量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那但是我们的法律所禁止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一个歧视 比如说明明这个工作女生也做得来 为什么就是只限定是男生 那明明年纪大的人也做得来 为什么也只限定是年轻人 就是我们的法律他禁止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一个差别待遇 当然雇主他如果是确实有一些职务上的一些工作性质的要求 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条件的话 这是法律上可以接受的 那问题实际上会发生的就是说 在我们劳工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一个要求 到底他是不是基于法律上做的一个合理的条件限制 那我想这个时候呢 当然如果我们因为这样没有正当理由 我们怀疑说是因为性别的这个因素而使得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工作 那或者是说在公司里头受到一些不利的待遇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向地方政府的主管机关 提出这个就业歧视的一个这个请求评议 那我们是可以有一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 但是当然就是雇主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申诉 那接受这样的调查的时候呢 他可以提出一些可以去佐证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是基于合理的原因这样子的一个证据 那是不是成立 这当然就是要由我们的主管机关的这个相关委员会来做决定 好如果过了面试这一关 哎呀好那那个走马上任了 那获得新工作了 可是呢上任第一关就是签这个拼任契约嘛 那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会闭着眼睛签下去再说 因为好不容易这个牢固双方合一 那也觉得你是适合的 那已经决定要用你了 那但是契约当中其实藏了很多细节里面的魔鬼 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对有一些这个当然了就是现在我们也了解这个求职市场 非常非常的竞争 所以很多年轻朋友呢 就是好不容易接受到一个工作的邀约 可能对于契约的内容他也没有很仔细看 或者是说看了虽然有一些疑议 他也不敢提出来要求或者是询问 但是这个契约呢 其实签了之后都有一些当然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一个条款 但是我们还是常常遇到一些咨询 就是说年轻朋友他签了一个法律上没有效力的条款 但是还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有上一些麻烦 或者是说后面衍生一些这个诉讼 来干扰他的生活 最常见的一些条款 我实际上比较有争议的一些条款 有一些是法律上是容许 有一些法律上是不容许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接到一些年轻朋友的问题 他说是不是可以雇主要求要定适用期间 那适用期间事实上有些人误会说 适用期间现在契约上是不可以定 不过我们现在不管是法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呢 都倾向于就是说在合理的范围里头是可以定适用期间的 那当然譬如说我们这个契约呢 明明就是可能它是一个短期性的一个工作 那也许契约期间只有一年或是只有六个月 但是适用期间它的比例过于的这个长 那这样的适用期间可能就是超过合理的范围 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很多公司呢会用一年一聘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事实上我们的法律跟国外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台湾的法律对于这个契约的这个期间 原则上是采取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符合法律上的一些特定条件呢 契约一定都要是长期的契约 也就是没有期限的契约 不可以用一年一聘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规避法律上对于雇主的一些 这个维持雇佣安定的义务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契约 它并不是为了特定的一个工作 不是特定的专案 但是它确定了期间的话 那这个可能大家就要注意 这样的约定是无效的 还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 那至于就是说在一个合法的契约里下 有一个适用期间的规定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适用期间是不是有被 就是合理的被对待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条款里头有这样的条款 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呢 我们实际上还会看到一些条款 也常常我在接受咨询的时候 会遇到年轻人朋友 他明明想换工作 他进去了之后 发现这个公司不适合他 但是呢 他不敢换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雇主当时在契约里头 要求他说 你至少要做多久 你要做一年或做两年 否则的话 你就要赔公司钱 这样的一个条款呢 其实今年我们1月1号开始实施的 这个劳基法 这个修正的这个草案 已经在今年实施了 那这个里头就有规定说 像这样子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 它也不见得是有效的 如果说雇主 他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员工提供 有价值的一个职间训练 但是却要求员工 一定要被绑一定的期间的话 这个条款其实是无效的 大家看到这样的条款 我想即使签了也不用太过担心 当然我们可以在签的时候 提出一些质疑 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那要求雇主在这个部分 做一些修整 如果事实上的一个状况允许的话 我们是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条款 是说雇主他会要求说 你这个员工 如果万一离开我公司的话 多久之内不可以去同业工作 那这个条款也是一样 在今年我们实施的这个 纠正的劳基法里头 也是被严格的限制的 因为大家知道 可能你从事了一个工作 它就是你的专长 那在你离职之后呢 雇主禁止你 你的前雇主禁止你利用专长 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这当然对员工的生计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条款也是一样 目前我们的法律 已经定得非常清楚 它只有在合理的范围 对于特定的一些可能接触到雇主 营业秘密的一些职业 职位才可以去签这样的一个条款 而且这个条款呢 它的期间最长不可以超过两年 此外呢 雇主如果并没有付给员工 这个代偿措施 也就是说付给员工一些补偿的话呢 那这个条款也是无效的 那所谓的这个补偿呢 它不能是说 我在职的期间给你的这个 它的这个薪水的一部分 就抵做这个补偿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修正的劳机法 它所禁止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好 听起来非常的站在这个劳工这一方 可是我想大部分的劳工在签下 这个拼任契约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都在想 不管你规定什么 我现在需要这份工作 然后就算看到了不合理的地方 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 就像刚刚黄律师所提醒的 其实我们可以提出异议 或者是要求雇主修正 那因为违反现行法律的 其实就会自动失效 到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执行 那即使雇主硬要执行的话 我们也可以主张 那可是我们要如何在签下去的同时 有那个勇气 甚至有那个合理主张的空间 大声地跟雇主说 这条条款我有意见 或者是某一条其实是违法的 或者是我们先签下去再说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了牢固纷争 事实上违反现行法令 就会失效了嘛 对不对 对 就是在我的观察里头 有一些雇主他不见得是恶意的 他可能对于法律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所以就是他定了这个条款 他并不是真的恶意要去剥削劳工 或者是说去侵害劳工的权益 所以我们当然我刚才有提到说 是不是是现实上的情况允许 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去就这样的一个条款 对跟这个雇主提出讨论 那也许雇主他如果是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定的话 他也许他就会进一步去确认说 他是不是可以定这样的一个条款 那这样善意的互动 我想这个不见得会在劳资双方之间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紧张关系 但是当然也不可会言 有很多雇主他是明明知道不可以这么定 但是还这么定 所以可能有一些雇主确实是很恶意的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第一个我想劳工朋友们大概就要考虑 这样的一个恶意的雇主 是不是适合我们在他那边工作 因为在这个环节里头他是这么恶意 也许后面在这个实际上契约旅行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不给加班费啊 什么等等的 这样子就有一些不利于劳工的一些处理 那如果真的就是说 劳工朋友真的不得已 还是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要进去这个公司工作的话呢 那如同刚才我讲到的有一些条款 因为他违反法律的规定就是无效 大家签了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我常常看到很多年轻朋友 哭着到这个劳动局 来这个法律咨询的时候 掉着眼泪 觉得说我好想离开这个公司 可是我不敢走 因为我怕被罚钱 其实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这样的条款 常常是会被判定无效的 所以签了 真的签了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对 是 因为还有法律辅助资金会 还有我们各地的劳工局 你可以去申诉 以及呢 请这个政府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法律辅助资金会 出来为你主张 你应有的合法权利 对不对 对的 那接下来说到公时的问题 其实呢 最近这几个月 最近这半年 好像因为公时 大家这个纷纷扰扰 那到底要放几天假 可是回到日常的工作时数 责任制 跟上下班制 好像一直被讨论 那在契约或者是实际上 执行的时候 到底如何去认定呢 我们又如何知道说 雇主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呢 我要跟各位老公朋友提醒的 就是说呢 所谓的责任制 这个在台湾 目前确实是非常被滥用的一个观念 我们法律上有没有责任制呢 我们法律上有责任制 但是它限定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之下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 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必须曾经受到这个劳委会 目前是劳动部 他发过公告说 你这个工作是可以适用责任制的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劳雇双方必须要签一个 这个所谓劳基法84条之一的这个约定书 因为84条之一就是我们责任制的一个法源基础 那签了这个约定书之外呢 第三个要件是 这个约定书必须拿到我们的地方主管机关 比如说如果你在台北市的话呢 那要拿到台北市的劳动局去做这个审核 劳动局也都通过了这个核定之后 这样子的责任制的约定 才会在劳雙方之间有效 而责任制它也不是让你做到昏天暗地 就是完全没有休息 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并不是这样子的 责任制只剩在我们公使跟休假的 适用规定上面变得比较有弹性 比较放宽而已 所以目前我们实务上常讲的责任制 其实都已经是超过这个我们法律的范围 因为我们目前常讲的责任制就是说 你就是负责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不会有加班费 我想第一个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用责任制 我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大部分的这个 我们工商社会里头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都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就是适用责任制 因为劳动不并没有去公告 这样的工作可以适用责任制 而适用了责任制的内涵 也绝对不是做到昏天暗地 没有薪水 它还是有一个和就是这个正常工时的上限 超过正常工时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工作时数还是有加班费的 所以目前实务上常讲的这个责任制 甚至雇主用这个责任制的一个名义 就不给加班费 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一个做法 这绝对是违反法律的 那如果遇到这样子一个情形的话 那就请各位劳工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劳动局来做申诉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做法 是非法的 那么目前我们劳动局也针对这个部分 很密集地在做劳动检查 大家可以看到劳动局定期公告的一些 违反劳机法的这个行为太阳里头呢 确实是以这个工作时间过长 没有给加班费为最主要的一个 应该是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违法的样态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那大家也要多加留意 那如果说这个雇主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在聘任的时候就已经约定好了 因为我给你的本薪 或者是我给你的加班服 就是我给你的福利很高 譬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知道的 这个科技业的工程师 那他们的薪水待遇是相对较高的 可是他们的工时也不合理的长 而且往往为了一个城市 可能一修改就是昏天暗地几天几夜 那线上的城市或者是 已经在run当中的某些东西 必须要赶快完成 那像这样的状况 已经提供了高报酬 那这个劳工朋友本身也知道 这个是这个行业的特性 可是刚刚黄律师其实提醒大家 责任制的适用范围 其实是受到法律强力的诸多约制 不是那么的广泛就可以泛用了 所以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工时已经濒临爆炸 或者是即将要过劳死之前 这个知道红线在哪里呢 这个我想就是刚才有的主持人有提到说 有一些工作它是高报酬的 高报酬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去实施责任制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 那实务上呢 我必须要说 有一些公司它确实会约定 就是说它薪水里头有一部分的薪水 有一部分的金额 它是一个固定的加班费 这样子的做法可不可以 这个在实务上确实 法院也有不太相同的一个见解 但是多数的见解应该都是认为说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用所谓的一个 这个就是给一个固定的报酬 就免除雇主对于劳工 他的一个时间外工作 正常时间以外的工作 去结算加班费的一个义务 即使这样子的一个约定 有契约上有这样的一个约定 真正劳工在这个工作的时间 可能都一直是处于加班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劳工还是可以跟雇主要求 依照实际的一个加班时间 来做结算 看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报酬 是不是足以去涵盖 你所有的一个加班费的一个补偿 这是劳工朋友提出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现在工作跟私生活的平衡 如何维持这个身体健康 才能够快乐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也要提醒这个雇主朋友 如果说有这个一多报少 或者是说没有帮劳工依法投报 没有帮劳工依法提交 这个退休金的状况 其实都抵触法律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处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省小小的一个费用 后来受到高额的处罚 甚至比如说如果是这个劳保的部分 因为没有帮劳工投保 后来劳工不幸发生殖灾呢 导致没有办法用这个保险金来做抵冲 其实对雇主来讲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我想就是说法律上该负的责任 我们负了雇主也会获得应该有的一个保障 听了这么多 我想大部分的劳工朋友都想问说 可是劳工毕竟面对资方 我们是弱势 那老板嘛 那为了求一碗饭 或者是固定的工作 不要再换来换去 好不容易这个老板 好像还蛮有良心的 可是遇到事情老板没有担当 出了事老板想要规避责任 所以如果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遇到任何的劳资纠纷 我想劳工朋友不要选择 为了继续保有饭碗而吞人 隐忍 我们可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这个呢 其实我们目前呢 我相信各地的这个政府单位 对于我们的劳工的法律服务 都是很周全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法福基金会 也跟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有合作 我们也派驻有这个义务咨询的律师 所以当你对于你在职场上受到的一些待遇 你觉得有疑问的时候 这样真的可以吗 的时候呢 我建议老公朋友可以先到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法律咨询机关 去先问问看这个人职律师的一个意见 那也许就是听了律师的意见之后 我们的心头的这个疑虑可以获得一些厘清 那如果确认雇主确实是有违法的话呢 很多的劳工其实受迫于 不想要跟雇主在这个工作期间发生不愉快 可能都不会去这个跳出来主张权利 那其实目前常常做的一个做法 老公朋友常常会采取的一个做法 就是他可能就像这个我们的劳动局来提出申诉 那劳动局接到这样的申诉之后呢 他会去进行劳动检查 看看雇主是不是真的有违法案法律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一旦确定有违法 现在我想我们的这个执法单位都非常严格 就会立刻开罚 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劳动检查 跟劳动局的一个处罚都没有办法 它只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这个管制措施 它没有办法让雇主 把他应该付的钱从口袋里头拿出来 我们的劳工朋友真的要去实现 自己的这个权利的时候呢 而不是只是让雇主单纯的受罚 让他就是说有一些压力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而是真的我们希望把我们该拿的钱 都能够拿回来的话呢 那我想这个时候 还是要透过我们法律的程序 那大家都不想一下子就上法院 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也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也让劳工朋友先有一个 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调解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如果遇到这样的纠纷 我们可以先到这个地方政府 比如说以我们的劳动台北市来讲 有劳动局可以先到那边去请求这个调解 那劳动局就会也许是指派 也许就是看这个劳工选择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是选择这个委员会的话呢 那就是会由你来自己选择一个这个调解委员 那跟对方的这个调解委员 再加上我们政府指派的一个这个调解委员 三个人一起来帮大家想办法 来帮大家做一个调停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和解的方法 那很多的一个比较少额的劳资纠纷 其实透过这个调解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权力实现 其实它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 来使用的一个这个劳资纠纷解决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也有很多纠纷 是在这个调解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可能劳工朋友就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法院 去提起诉讼 那当然诉讼它是对于劳工朋友来讲 矿日费时 但是尤其大家会很担心说 律师是不是要收很多的钱 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呢 也有提供这个劳工朋友们 当然我们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必须要符合 无资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要件 那一旦符合我们的法律基金会的 这个法律辅助的条件的话呢 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就会帮各位 选任律师 然后有这个法府的律师 来跟这个劳工朋友讨论 然后进一步的呢 协助劳工朋友向法院提出诉讼 所以其实救济的方法非常多 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也非常多 大家只要能够勇于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我想都会有机会 是 快乐的工作也要快乐的领薪水 快乐的主张自己的权益 不要认为你自己很孤单 不要认为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其实小虾米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鲸鱼 是不是 没有错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劳工朋友的这个权利的保护 政府也是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也提供很多的资源 让大家可以在必须主张权利的时候 不要因为一些经济上的一个条件 而受到任何的一个这个限制 或者是感觉有不敢这个主张权利的一个地方 是 今天非常谢谢黄新慧 黄律师 谢谢黄律师 非常详信 而且辛苦的解说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法福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法福全国七码专线 412-8518 412-帮我一把